牢记嘱托 奋力开创备战打仗工作新局面 金牛奋提 蒙虎添翼 万家团圆之时 领袖关怀温暖兵心 阴阴嘱托催人奋进 春节即将来临之际 习主席到中部战区视察慰问 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武警部队官兵 军队文职人员 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 广大官兵倍感温暖 深受鼓舞 纷纷表示要牢记习主席关怀嘱托 戳力奋发 笃刑不待 在新的起点上 不断开创部队建设和备战打仗工作新局面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今年是召开党的二十大的政治之年 政治意运深邃 历史承载厚重 战略影响深远 聆听统帅讲话 感受领袖关怀 中部战区全体官兵备受鼓舞 纷纷表示 坚决贯彻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指示 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扎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各项工作 东部战区 南部战区 西部战区 北部战区官兵一致表示 以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的紧迫感 大力推进战训偶合 大力推进体系练兵 大力推进科技练兵 全面提高新时代练兵备战水平和打赢能力 要忠实履行维和使命 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更多中国力量 第82集团军 某旅官兵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 倍感振奋 与习主席视频通话的中国 第12批复南苏丹维和工兵分队 正式以该旅部队为主体抽组而成 在海外执行任务的全体维和官兵表示 一定牢记统帅主托和关怀 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良好形象 春节将至 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 习主席强调全军部队要加强战备值班 我们要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紧抓练兵备战 刚完成飞行任务的西部战区 陆军某航空兵旅旅长张英强表示 飞行员只有飞行和准备飞行两种状态 节日有我 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两夺金头盔的空军航空兵 某旅飞行大队大队长 张凯说 一定牢记习主席殷切嘱托 苦练经飞 努力锤练过硬战斗本领 时刻守护祖国空天安全 驻守在全国各地的广大武警部队官兵投入 到火车站、汽车站、机场等春运直勤一线 协助地方做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条件下春运直勤安保工作 全力维护春运秩序 他们表示 要把习主席的嘱托、关怀 转化为高标准履职的强大动力 用实际行动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站位由我们 祖国请放心 临近春节 各战区空军雷达部队 陆军防空部队官兵坚守在各自站位上 他们表示 坚决按照习主席决策指示 紧盯空防管控不放松 坚持平时及战时、岗位及站位、开机及战斗 不断提升作战能力 万里海江 海军官兵时刻紧绷备战打仗弦 海军商丘舰 以一场夜间临机战备拉动 迎接佳节到来 舰长蒋建波说 作为海上蒙虎船人 我们要更续蒙虎精神 时刻保持舰在弦上的高度戒备状态 穿云破雾 战鹰直刺苍穹 海军航空兵某训练团领导表示 一定不辜负统帅关怀 努力培养升空能打仗 驾机能战斗的合格舰载机飞行员 海拔5300多米的风雪高原 新疆军区某团官兵士气高昂 表示一定牢记魏国戍边神圣使命 誓死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保障一线 沈阳联寝保障中心谋履 西宁联寝保障中心谋履组织 节前战备拉动 官兵表示 要加强战备值班 履行职责使命 守护全国人民过一个祥和安全的春节 习主席的关爱重托 第一时间抵达全军官兵新田 化作练兵备战强大动力 高原之上 西藏军区某综合训练场 铁甲轰鸣 硝烟弥漫 一场拉动演练正在进行 东北雪原 战略支援部队某部官兵顶风冒雪 巡线保障 北江大帝 第78级团军谋履官兵 在严寒条件下组织新装备操作训练 江淮大帝 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正组织冬季大练兵活动 他们结合使命任务开展直勤处突 抢险救援等专业训练 正在各地展开训练的东部战区陆军谋履南部战区陆军谋履 空降兵谋履火箭军谋履官兵表示 一定整个代弹 刻苦训练 科学训练 安全训练 练强指挥能力 练好战斗本领 练硬战斗作风 全面提高新时代练兵备战水平和打赢能力